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一谈最近我们关心的跟交通有关的问题 首先柯文哲在交通汇报里边 希望台北市违规停车的一些热点 可以改采监视器取缔 这当然一开始都是雷声很大了 到最后果然雷雨点也比较小一点 甚至到最后争执点是在放多少具监视器 我们只放10架监视器 不是1400架 好 到这一步上 就跟我们看到所有柯文哲 其他的方面的引起的争议一样 就感觉老虎出来了 后来发觉是指的 到最后恐怕也都是协商或者是不了了之 但是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违规停车的热点 开放监视器取缔 应该在交通专业上也应该有一些评估 也有一些意见 是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好像每次来讨论都会有一些热点 这个从北到南 我想这个课题用监视取缔 违规停车 就这一项来说 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做很久了 包括英国伦敦 华盛顿 美国的华盛顿 然后他的首府 还有 美国很多都市都有了 另外我们比较靠近像首尔 韩国首尔 斯德哥尔摩 对 维也纳 我乱讲的 这个真的有 斯德哥尔摩也是 你看就像德国 其实德国最讲究人权 因为他们也思考隐私 这个问题 但是他的第一条 所谓ETC 这个电子收费的这个道路 他是针对重车来收这个费用 因为欧盟整个在思考 我对路面损坏多少 我应该付出多少的费用 按理程来收费 是 那他为了要让这个 当然配合执法的这个效果 他甚至动态的这个放置摄影机 在这个高速功能上 当然这个在台湾就不合法 因为台湾说你放置摄影机你要前方来告示 你要这个告诉我们这个用路人 按照这个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所以前面有监视了 对 那我们回到刚刚讲这个课题 我们认为如果透过合理的这个执法的程序 也就是说你运用科技来执法 再不影响到这个隐私 那透过合理的程序跟要求之下来设置 那我觉得是可以来提升这个执法的这个效率 那又能够让这个道路的这个行车安全 跟行车的这个秩序效率获得这个保障 事实上是可以来思考 更何况我们的这个 当然我们刚刚讲那个法规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当场不能或不宜拦截 自单举罚汽车驾驶人者 仅以科学仪器取得证据资料 证明其行为违规 得进行举罚 但汽车违规停车 而驾驶人不在场 不在此限 那科学仪器应采固定式 并定行于 网站公布设置地点 这是这个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第七条之第二第七款 明确的提出来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法规 有在那边 所以当科文哲提出 要做科技执法的时候 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这争议我判断起来 有大概两方面的一个争议 一个就是认为会侵害这个隐私 那当然很多国家对这个 要达到这个执法的效率 要达到执法的效果 能够在你违规三天到五天 甚至一星期之内 就能收到这个罚单 发挥这个执法的效果 让执法人受罚 让守法的人 获得这个畅行无阻 好的这个行政环境 这本来就应该达到的目的 就从这角度来看 科技执法可以来 马上做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拍摄之后 马上透过 不管这个无线的通讯 云端直接到这个 透过这个执法的这个程序 能够完成 第二个大家争议就是说 杀机用牛刀 杀机用牛刀 就是说你违规停车 不过是300块的罚款 那为什么用那么大的举措 就是科技 耗费那么多的资源来做 其实我跟各位报告 现在这个所谓科技执法 先进技术 这个相对来的比人工便宜太多 就他没有成本上的 这个整个 不用拿出来讨论 大幅的营运成本也好 建制成本也好 在过去这10年大幅的降低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看到 这个伦敦号称是全世界 这个摄影机的这个密度 最高的 当年他还有除了这个 这个自然的问题 这个安保的问题 防恐的这个目的 那交通他就顺达 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执法系统 当然他的事情里面 又施行这个拥堵收费 那他拥堵收费 其实就是用这个 牌照辨识的方式 来做这个收费 以及执法 那所以他就顺理成章 变成很多国家 这个所谓效法的对象 说这样一个民主国家 你还用这样的一个执法的方式 那所以换句话讲说 我们因为过去对于所谓停车政策 停车管理到停车执法这个管理 忽视掉很多这个方面 也就是他的这个执法的效率很低落 因为他的机动性太强了 大家买个东西 这个我们包括以前我们的这个有位部长 这个引起民先生 说买个豆浆 这个停车被开单 他就自己也有反弹 引起很大的这个回响 是 但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他确实带来就是交通安全 行车秩序 行车效率上的这个威胁 过去因为忽视 所以大家认为说你杀鸡用那位刀 又侵犯可能的这个隐私 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讨论 那我们认为 汲取其他国家的这个先例 其他的国家 我倒想问一点细节的问题 比如说 他在保障人权方面 他是不是镜头也有一些调整 或者说 在罚的这个范围 罚的金额上 他有哪一些个顾虑 也就是我相信已经施行起来 在一个比较文明的国度 应该有一些 就是他山之时可以工作的地方 对 其实大家谈这个隐私权 随着这个互联网 智慧手机 各种这个应用程式 但是我们平常都是在牺牲 我们的这个隐私权 是 获取或者换取一些共享的这个资讯 同样的这个未来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政府要来思考 运用这些科技跟大数据 巨量的这个资讯 我们一方面提供方便的这个行车 这个资讯 另一方面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 做合理的这个必要的执法 让守规矩的人 他享受这个好的行车环境 让违规人他就是思考 不能再违规 那从这角度来看 你刚才这个整个发言 其实是针对一件事情 我们不习惯 在违规停车上被开单 是不是 大部分 你开车你可能比较了解这个心态 你是不开车的我知道 过去 大家思考 刚刚你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所以很多贵家 比如像首尔 他规定你拍照的这个范围 不能高于你的这个玻璃 这是隐私保障 人权保障 他就是在你 比如你违规停车 他拍照的就是你的牌照 跟你违规停车的路侧 比如路侧有标这个红线 或者近时停车的路段 所以他这个有规范的 所以换句话讲 他不是让个人的隐私曝光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你执法之后 其实你的车牌 如果真的有心人是去骇的话 你照样可以得到你的车牌 跟相关使用人资讯 所以他在这个资讯上的使用 也有相当大的规范 就像我们这个ETC 高速公路电子收费 你从北到南 经过所有的门架 你完全曝露你的这个行动 所以对于这个资安的运用方面 已经开始在找手做研究 我所知道像原来我们的副院长 现在的这个刑建院副院长 张副院长 他之前在做科技部部长的时候 他就推动在不同的部会 怎么运用这个大数据 公开的这个数据 open data 那他的功能是哪些 哪些可以帮助民众 整个这个政府的服务 可以做得更好 哪些让这个营运者 比如说我们公车的营运者 计程车的营运者 高铁台铁营运者 提供更好的服务 还有怎么样让政府更聪明 他的决策 因为大的数据 让他看到更清楚的 让政府更聪明是相当困难 这是你一贯的主张 政府实在坦白说 如果还必须是一个万能的政府 那他必须要考虑更多 实际施行上面的技术细节 而不是在那里 想办法讨价还价 允许更多的这个媒体关注而已 所以从这个所谓的资讯透明 或获取更多的信息资讯 让他做最好的决策 当然是我们期盼的了 所以从交通角度来看 这一些大的这个数据 包括你看我们讲的这个 一卡通 智慧卡获得的资讯 动态公车 聪明公车 所获得的资讯 大家运用智慧卡上下班 搭乘公车捷运 转乘的这些资讯 还有我们交通违规 执法 甚至我们交通事故 所带来的这些大的资讯 其实这些资讯会整之后 我们可以获得更多 人们出行 人们交通上的这个行为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更好的 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依据 这些行为的数据 或者显现出来的这个意义 也可以回馈到民众 让他自己知道 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 或者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开车 或者怎么样用路的人 对 对不对 那这个一般人开车 买了车就上路了 不见得能意识到这个环境 对我们带来的种种影响和冲击 对 你看像很多国家开始在思考 当然为什么这个张三镇 张副院长 他在科技部部长的时候 会那么在乎这些功能上的分析跟研究 因为他也在思考 就是说怎么样再不危害这个治安 不影响到隐私的状况之下 或者是在合理曝露隐私的状况之下 我提供好的服务 民众会来就像你刚刚讲的 会运用这些好的资讯 其实我们单单看执法这一块 看是简单 其实它背后将来会有更多类似的问题产生 因为透过互联网 透过手机的应用 透过大家资讯的分享 透过你政府你看就是叫公开资讯 Open Data跟Big Data的应用 我们会有更多的资讯 的获取的不同的来源 有更多人愿意来分享这个资讯 特别更加价值 所以我们民众出行的时候会知道说 你走哪条路径是最快的 哪条路径是最环保的 哪条路径是最安全的 哪条路径是这个 比如骑自行车也都可以有 寻求 那透过这些资讯的获取 是哪些地方你要停车可以预约 正因为有这种大资讯 或大数据的资料 执法者也才可能意识到 我们有的时候 在立法的时候 不见得能考虑那么细腻 像先前就有一个例子 上个礼拜 有人看起来绕路了 绕路上班 骑车结果碰到了这个车祸 那必须要去理赔 可是国家不赔 认为说你这个太不合理 你怎么可能绕路这么走 他的生活文化就是要让他绕路 如果单一的想当然耳的这种判断 会认为说人不可能这样走 所以就不理赔 这就侵犯到有例外的 而且可能在大数据里面会显示 这种人他不见得少 你讲的太对了 我上次看的这个新闻 就是非常非常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有太多的路径 为了达到不同的目标 而且我们的环境 我们设计这些路径 就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满足自己不同的目标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上有很多 我们叫屡次恋 屡次恋 恋接的恋 恋条的恋 那我们有时候我要送小孩 我要去接送 那我要去顺便做一个什么 办一个什么事情 那如果我到办公室再来处理这些东西 我反而是影响我的生产力 是 反而影响到别人工作 我要在不迟到之前要让干的话 我就要要走不同的路 就是这种 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那所以换句话讲 我们回到刚刚讲 这个让科技能帮助执法的效率提升 让警察他能在合理的人力之下 运用科技来推动他的交通安全 交通治安的工作 我觉得是应该是推动的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通通看交通 请到的仍然是 台湾大学土木系的张学孔教授 我们刚才这个停车 是不是设监视器 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 或者说更复杂 而关键性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停车执法 跟停车管理 应该统合起来看 对 大春 其实这个讨论很久了 但刚刚台湾你看1300万辆摩托车 将近700万辆的小汽车 我们停车几乎没有政策 没有停车的政策 在多三十几年前 好院长透过一纸行政命令 让摩托车可以停在人行道上面 说因为我们停车位不够 那在20年前 全台湾在交通部的领导之下 这个大量建设停车厂 对 这个停车塔 花了很多钱 但你真的讲这个停车管理 执法 这个我看不出有一个一致性的停车管理政治 那其他国家非常明确了 停车管理就是静态交通 我们有动态交通跟静态交通 那动态交通 就是你行进过程当中 比如说红绿灯的设置 秒差怎么样 标志标线 对不对 行车有趣 那另外 静态交通 静态交通就是停车的各种状况 因为我们小汽车 它一天时间只有92%是禁止的 只有80%是在运用的 像大纯 你的车现在停在车库里 对不对 如果没有被开走的话 是 所以静态交通是跟动态交通是同等重要的 所以我们归纳国际上来讲 静态交通 停车管理 有几个政策 第一个 我也曾经提过了 No free parking 这个停车一定要付费的 那更多的国家 它落实就是买车自备停车位 就像你买冰箱一样 你没有人把冰箱放在大马路上 而不付费的 你冰箱你一定放在自己的家里门口 家里面 家里面 有个空间 对不对 当然门口的是贩卖机 很多像乡下了 像我们到这个 像我妈妈故乡 像云林或者访疗 当他们这个大的院子 就放个冰箱 他的空间允许他这样做 对不对 可是在都市里面寸土寸金 而且你停车是 这个车辆是私人用品 那你哪有说你 运用公共空间 而不付费 现在台北 光台北多少人是停在巷洞里 对不对 但的确就是利用公共空间 好 所以没有免费停车 这是第一个要件 第二个 路外为主 路边为辅 就是你要停车停在路外 道路本身 就是让行车 就是动态交流 让行人 让自行车 行进 使用 你真的要停在路边 比如说有些银行 或者有些邮局 那要让他周转率快 让他 比如他 只能停半小时 你办完事你就走 你如果要在家庭 有的地方根本就给你罚款 你超过的应该停时间就罚款 第三个是依时间跟空间来收费 因为我们这个街道或者是 拥塞的街道 拥塞的街道 时间那就要比较高的费用 那你真的要让路边收费 路边收费一定是比路外收费要贵 所以他有一个差别性 让大家愿意来停在路外 而不影响到交通 行车安全 那最后一个要形成市场机制 就是你 做这个交通政策 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公家来盖停车场 永远赶不上 这个机动车辆的需求 我们台湾也很多摩托车 所以怎么让 这个停车的车位 的提供 提供者 他愿意加入一个市场 来经营这个停车管理 当然台北市跟大的都市 台中高雄 一定有很多连锁的停车厂的供应商 或者提供者 营运商 那也管理得很好 那我们应该有更多 这种市场机制的发挥 最后一个就是运用配合交通执法 对于刚刚讲 违反这些停车管理 停车政策的使用者 你就要让他感受到 他应该付出的代价 这就是执法的罚款 所以整个配套起来 那有更多的国家把停车政策 甚至跟大众应数政策 结合在一块 那你不用讲下去 我就知道 他后面的结果是 挤压出那些不必开车的人 或者干脆不想开车的人 这样的话就大家都去搭公共 应数一下 是不是 这是你们的阴谋 这个是阳谋 不是阴谋 这个就是说你整体来看停车 就是如果他真的需要开车 他付出他应该付出的代价 是 那他停到停车位 甚至你看日本很多地方 他是可以预约停车的 但是我们也曾经提过 我们将来会有共享小汽车 因为大众像你的车停在这边 下午一点钟到这个五点钟 你中间的三个小时 你说我可以让人家来共享 我的小汽车使用 你看我的表情像 你非常乐意 我真的 你 我又告你 我谈的意思是说 有92%的时间是停在那边 那所以 就是说能够让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时段好好的运用 运用这个 所以像欧洲他研究 我谈的意思说 不是只有你把你的小汽车 拿来跟大家共享 而是甚至有一些这个俱乐部 或者这个公司 公司 他买了比如说2000辆的这个小汽车 在都市里面 那我政府呢 我免费提供你停车位 对于这种共享小汽车 我把停车位免费让你停靠 这个很有想象力的政策 这个早就已经实施了 在欧洲国家 有些国家实施超过25年了 是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以减少 整个都会区使用 这个小汽车持有率 超过20% 那我需要提供的 这个停车空间相对减少 可是我们的政府现在 因为没有脑子 所以不会想这些问题 但是的确就是 这是可行的对吧 而且对于一般大众来说 又有私家车可以运用 又有停车的位置 也不用担心停车 对 就是说你要喝牛奶 不用买一头牛 你真是骂我 我知道 你们不开车的人 这个也没办法 也爱你们妈也应该 这是我相信 以台北的发展 跟高雄 以及台中将来的捷运之后 我需要车的时候 一方面我去租 要不然我就加入共享车对联盟 欧洲你看他 比如你把你的车拿出来共享 我每个月还有额外的收入 我小汽车停在那边 只要从电源那边插一个追踪器 那我就加入共享的联盟 我可以规划 我可以提供我小汽车 开放共享的时段 收取一定的费用 当然这个过程 已经不再是实验了 像美国的Zipcar 它本身也带来 美国新世代年轻人的思维也转变 我不需要游泳车 就是不用把它计算在一个 可以让我觉得我挺有尊严 挺骄傲 挺有地位的一个财产里面 我的财产里面不包括 自己拥有一辆车 对吧 这个概念要转过来 就要很长一段时间 要花很大的力量 你讲得太好了 大家在思考这个课题 那美国 房子也可以这么住吗 对不对 共享这个经济学 已经在很多地方实现了 就像这个沙发组 对不对 就像你可以提供你家里的沙发 所以不是开玩笑 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 我们的经济部 已经在思考 共享经济产业 其实去年的 这个经济学院杂志 有一期还用这个做封面 是 认为这个时代的来临 那我们交通应该在这样思考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通通看交通单元 张学孔教授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刚才讲的是停车了 这一个大题目 大概最后归根结底 就是政府要拿出一种 跟大众交通系统相结合的停车政策 不论你是鼓励大家共乘 或者是共享 或者是想办法让这个汽车 就是现有小汽车 能够达到更高的使用效率 这都跟停车这个概念 跟这件事情有关 都有关 对 不是说我监视你 罚一罚你 增加一点市库的收入 我说孔子比其小气 其气小灾 那是小事情 真的行其无形 只好目的不是要罚款 就是维持行车秩序 交通安全 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也跟柯P有关 那就是大巨蛋影响 这个板栏线的这个结构 当然我们还是不要从表面上来谈 我们谈谈BOT 以及BOT内部的有些典范 包括你曾经在我们节目里讲的PPP 好像现在还有 你还有新的点 是 我想这个新的台北市政府造成 大家对这个BOT 或者更广泛来讲 是公跟私合伙 我们叫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这是PPP 共同合伙来完成公共建设 给这个私人机构 一段营运的时间 让他有合理的回收获利 也可以回馈 然后转 对 然后同时间跟政府形成伙伴关系 那共同为这个 因为这个基础建设带来社会的利益 那私人也在过程当中赚到合理的利润 那我们整个民众享受好的公共建设的成果 是 那他可以移转这个给政府 或者他继续经营的好的话 再经过一个条款 给他续约 你看像我们的高铁本身就是一个这个BOT 那我建设好 我经过35年一转给政府 政府呢 或许再找一个经营者 或许呢 你经营的很棒 不再维持这个团队 再续约 看什么样的条件 那当然这个在过去30年 全世界很多很多国家 当然有成功有失败的例子 但是现在这个氛围让我们感受到啊 好像BOT全部都是错的 所以他已经变得很无名化了 被妖魔化了 让当初这个签约的这个主事者 完全变成好像图利厂商的这个 这个最大二级的共犯 那这个我事实上我持非常大的保留 那主要是当初好几个案子 都在你要看到签约的背景 那怎么样的背景之下 为什么要运用 所谓现在所谓的牺牲民众利益 而达成签约的目的 那如何防止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图利益 或者说没有兼顾民众利益的角度 其实我跟各位提出一个 我自己亲身参与的这个计划 那希望我谈完之后 不要马上又被这个民众质疑 是不是逃离到这个特定厂商 那像大家看这个市府转运站 市府转运站就是基隆路跟中小东路口的那个市府转运站 那下面有这个上面是板击嘛 那下面就是公路客运的这个转运站 那附近还有这个W Hotel 这个非常五六星级的这个饭店 那旁边有统一的这个总部 当初投资就是80亿 那而且这个建商要把这个原来捷运 有很大个通风口放到地下去 他会负责做这个额外的工程 那但是我们也设计了一个东西 就是除了他讲权利金之外 你每年的营收 一个特定的百分比 你就要变成权利金 你就绞交是库 所以我先有一个权利金 我再来有一个回馈金 那换句话讲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所有的工程都有风险 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 那我怎么来分担这个风险 所以风险就是他可能会亏本 那第二个 如果有获利 我怎么来共享这个获利 所以一个是这个风险分担 一个是获利共享 如果我们在建设的时候 在议约的时候 就把相关的条款放进来 那这个是BOD非常成功的要件 那也是现在的四福转运站 当初获得工程会 很大的一个奖励 四福转运站是在什么 哪一任市长的时候规划 他是在这个 陈生平启动 但是在马英九市长任内 把它完成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先例 到了后来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 大巨蛋或者是他就在议约的时候 就没有做这些细部的考虑 是不是跟当时的政治 跟那个经济景气 不景气有关 也就是国家没有钱了 像商人低头的这可能性就大一点 有可能 因为当时议约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这个委员会 他想尽办法要让 有兴趣来投资的人愿意来加入 当然他会让力了 对他会做很大的试算 但是我也必须在讲的是 在他合约里面应该递定 变更合约的条款 也就是说 在什么样经济环境之下 我们要来重新议这个约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表象 都是政府 市政府强力压着 这个师座的集团 有两三个集团都融入在这里面 希望他们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在市政府强力作为之下 能够去变更原来的合约 而原来变更合约的条款 并没有存在 所以他等于是政府 用一个公权的力量 站在民众所谓福利的角度 你开发那么大的面积 那么大的商场 是不是你来思考 来能够变更契约 能够增加或者新增 市民的福利了 所以我想这个过程还是一个谈判 这个谈判的过程 但是让我们感受到这个谈判 好像整个摊在阳光之下 认为原来签约者无一是处 所以我现在的柯市长 他站在民众的角度 其实我觉得这个未免实施偏颇 所以应该再看一下当初签约 当初那个时空环境 当初的经济的条件 我们再来看 更重要的是 大家别忘了 其实这些PPP 都是民间拿钱来做投资 不是政府出这个资源 所以我们一台讲说 好几百亿 你看好几百亿的钱 既然权力基金只有两三亿 四五亿 完全不成比例 可是别忘了 他带这个投资之后 以他带来这个就业的机会 也创造了社会的这个价值跟利益 所以我是建议 可能这个 现在还是在谈判的过程 虽然暴露在阳光之下 能不能让这个谈判的过程 让民众更了解 而不是双方各丢 这个条件 然后柯P就说 你远兄也可以谈条件 你日生生也可以提出你的方案 我们再来谈 可是这个社会在过程当中 已经被撕裂了 大家对政府已经不信任 不但对这个政府不信任 也有对财团更加愤恨 或者仇视 所以这个到最后 的确大家都不敢投资 但是你记不记得富邦说 那你就来建价来买我的这个 结果第二天富邦股票就涨了 这就表示 这也不定反映了某一种名义了 我真希望这个建价 这个编绘可以回收成功 总之感谢张学工 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应该密切注意 到底哪一个官僚 是不是应该真的有脑子一点